大家好 我是中串嘉尼奶 超人帝卡香港見面會 在6月22日澳海城舉行 戲中飾演超人帝納斯的人間太 中串嘉尼奶更親身到場宣傳 嘉尼奶表現非常親民 不停與粉絲揮手大派心心 適逢超人帝卡最中章 《女途的比方》上映 嘉尼奶更現身戲院與粉絲大玩遊戲 見面會當中嘉尼奶大顯身手 變身成為超人帝納斯大戰外星人 《女途的比方》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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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不少得同現場粉絲合照了 這次可以讓她們一起跟她們的比方 她是某一個星球居住的人 那個星球是非常和平生活的地方 那個星球是非常和平生活的地方 但某個理由令她變成了 她和超人的東西有了關係 但其實她的力量又不是那麼強的 然後在故事之中 可能大家就可以去看到她一路一路的轉變過程 卡路使用來戦うUltraman 現在還沒有了 初めて自分ができるっていうワクワク感 還有どういう風な感性になるんだろう 想像ができなかったので 台本で読んでるだけじゃ だからそこがすごく自分自身楽しみでもありました 她說呢 因為以前在超人系列入面 很少用變身 用卡這件事 所以今次她自己都可以去感受 她自己都很緊張 就要想著 怎樣才可以把一個好的效果呈現出來 因為當初只是看劇本 所以現在就出了這個效果都沒有 面白いことは なんだろう いっぱいあるような気がするんですけど でもある時に ItsukaのことをDinasって呼んじゃった時がありました 自分で Dinasって私なのに ItsukaのことをDinasって呼んじゃうっていう Itsuka Itsuka ItsukaちゃんのことをDinasって呼んじゃうっていう その辺りで 助成し この辺りで ブルース・リーの動作とか なんかアクションが熱い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があります 她說很喜歡李小龍 而且我覺得香港是一個動作片很豐盛的地方 大家都很熱心對動作這件事 そうですね DINASを演出的決定 剛才新ウルトラマン公開的時期 急著去映画館去看了 很厲害 歷史也一樣 先輩們把自己的東西都演出 重圧感、責任感 非常大 抑鬱 自己的事很驚訝 很驚訝 她說當自己知道要演迪立斯的角色 她剛才也有超人系列的電影在戲院上映 她特意去看 她覺得好像再重溫超人的歷史 她覺得很感謝前輩之前做了很多不同的角色 她覺得演這個角色 她又不是叫壓力 但她覺得自己有一個責任、一個使命 要做好她 這間 Family'sでご飯を食べていた時 隣に座っていた男の子があまりに可愛かったので このウルトラマンの映画のチラシを渡しました 她說之前她在一個日本的Family Restaurant 見到一個小朋友非常可愛 她說當時她可能是在做電影的宣傳 她就把宣傳給了一個小朋友 讓她知道 二十歳の時に初めてアクション映画をやりました それから久しぶりに今回やったんですけど アクションが好き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で コロナになるまではずっとアクションチームに教えてもらって練習はしてました あともう一個何でしたっけ 撮影中大変でした 撮影中大変でした すごく筋肉痛にもなってしまって 階段を上るのも ハァハァってなってしまって 彼方にいつも大丈夫 大丈夫ですかって言われてました 其實她二十歳的時候 曾經拍過一部動作片 但實在都隔了很長時間沒有拍 但她覺得再拍完 她就發現原來我更加喜歡動作片 所以她覺得是 在COVID期間 其實她播過電影 她是做了很多練習的 但拍戲方面是非常辛苦 經常都肌肉痛 她說有時走樓梯走到喘起 身邊的人經常都說 你沒問題是吧 難しかったところが 砂を使うというか 煙というか CGじゃなくて その場で こう使って 雰囲気を出すというところがあって なんか目とか口に入って 慣れてないので ちょっと大変でした 她説 她説 因為很多場面 可能打成很多煙 那些事 但這部電影 就要真實感 其實就是真的 那些煙不是效果 所以 做很多動作的事 全部都是離真的 所以變成這些 拍攝的時候 可能那些煙 會閉著眼 又入口 這些會很辛苦 香港でも ウルトラマンが すごく人気 と聞いている ウルトラマンとして 来たのが 私が初めて という風に聞いたので すごく光栄です 超人系列 在香港 都很受歡迎 如果今次 可以作為超人 其中一個角色 來到和大家見面 他覺得很光榮 これからも ディナス 他のウルトラマン も応援してほしいです 他説 除了大立司 這個角色以外 都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 很多不同的角色 喜歡我們的內容 可以follow like 和share出去